大家好,19点35分了,给大家看看这个 嗯,光一个山东省,刚才我看了看前三个数字加一起就差不多5000人 后边他说那个处理什么科级的处级的那些人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在这政法干讲里 是吧,反正前两天黑龙江啊,各省都开始 是吧,就是做这件事,我看其实这公检法真的没有必要存在了 犯罪率这么高,高发,本身公务员的犯罪就远远高于普通人 普通人你除了偷点强点,你没有什么职务犯罪,贪污腐败,轮不到你啊 这都是这些公务员,公务员犯罪率高,公检法犯罪率更高 公务员里边权力最大的就这些人,要不然他能要你的命 很多人破财消灾 对不对,给他们买命钱 看见了吗 村干部要倒查30年 村干部啊,倒查30年 前两天,内蒙古煤炭领域倒查20年 是吧,村干部做了违法乱纪的事 即使退休了,也不代表安全了 两个举报电话 全国纪委监察的12388 全国检查系统的12309 嗯,要想找麻烦病 是吧,都可以找 都可以找啊,前一段说就是人死了,都要查 有的人都死了,还要查 实际上是把你的钱给抠出来 现在中国政府严重的缺钱 严重的缺钱啊 但是没有从体制上改变贪污腐败的这个土壤 实际上贪污腐败还会一茬一茬的 好,好,好,好